中共軍方出現了震盪 領導人習近平是在昨天宣布 火箭軍司令員王后斌晉升為上將 也間接證實了原司令員李玉超的下台 而這一回的高層大洗牌 傳出是因為有爆發貪腐和泄密的醜聞 五方國防部是回應有相關的情搜 而新任的火箭軍司令員王后斌 他是海軍出身的 沒有相關背景的這一點也創下先例 8月1號中共建軍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西部戰區 強調加強備戰打仗能力 習近平掌控軍事大權 31號更宣布火箭軍司令員王后斌 政治委員徐熙勝晉升為上將 形同間接宣布火箭軍的原司令員李玉超下台 火箭軍高層大洗牌 佩戴了上將軍銜兼章的兩位軍官 向習近平敬禮 火箭軍先前爆出高層集體腐敗醜聞 媒體報導多人被帶走調查 更傳出前司令員李玉超是因為 劉美的兒子出賣軍事情報 才會上任一年半就被撤換 前副司令員吳國華病逝消息 隔將近一個月才爆出 也被懷疑原因不單純 整肅意味濃厚 火箭軍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有相當大的一個威脅 那麼有關於他的人事的調動等等這些動態的部分 我們的情研單位都有相當深入的掌握 雖然相關傳言無法證實 不過這一次火箭軍新人士外界認為不尋常 尤其新上任的王后兵是海軍出身 政治委員徐熙勝則是空軍出身 兩人都沒有二炮部隊的精力 創下先例 學者認為外行領導內行可能會出現問題 另一又分析火箭軍涉及各式飛彈及核子武器 是高度專業的軍種 東風飛彈更在去年8月圍台軍演時扮演關鍵角色 而中共近期可能將會以維穩軍方內部為主 但是也不排除透過軍演來安撫內部情緒 達到威懾效果需要特別注意 記者 漢業朋友組整理報導